它是用一个深蓝色来绣的 从下面入针 然后 左手 帮助压着线 在刚才入针的位置 出针的位置 我们再给它入针 往前大概两三个毫米 出针 看到没 就是这样拉出来了以后呢 拉线 它就会形成一个 看到吗 线环 好 就是第一针就好了 后面的针呢 针法都是重复的 也是在刚才出针的那个位置 我们再给它入针 就是在线环里面 给它入针 然后这边 两三个毫米给它出针 拉线 这个图案呢 它用的针法也非常少 就是那么三四个针法 而且都是最基本的针法 它也非常适合 用来做基础针法的一个练习 然后 在针法不多 但是最后整个做出来呢 这个纸巾盒还是非常漂亮的 好 也是入针 出针 你看我的左手弹幕子始终都是在压着这条线 在帮助右手 一起来完成这个针法 好 就是这样子 我们做这个刺绣的时候一定要把那个针 一定要走在这个线剂上面 就是画好的这个图案上面 这样出来 它才会整齐 如果你是经常在它的左边或者右边 这样子入针的话 它这个线条出来 就会乱 然后到最后这一针了 我们就给它 扎进去 完成 这一行的 锁链锈 我们在用锁链锈填充这个面积的时候 顺势呢 一定是先做 外边的这个轮廓 把轮廓做好以后呢 再一次的往填充中间这个空白部分 所以呢 我们先做了这条线以后 下面就是要绣这条线了 好 在刚 离刚才的那个针点 大概有个 一个毫米的位置 我们再出针 好 刚才的方法一样的 压着这个线 同一个针眼入针 然后两三毫米一条针 第一针就好了 也是同样针眼入针 再两三个毫米 如果 大家呢 挑针 不是不是挑的很顺利的时候 你看我在下面 我用中指 顶着一下 顶着你的针 这样再挑出来 顶着针挑出来 这样子就会变得容易很多 所以 左手呢 我们一直都是在辅助着右手 去进行刺绣的 中指 维着在下面 把针稍微顶一下 它就很容易 在你需要的位置 挑出来了 这个我们在做锁链锈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保持每个针的距离 每根出针的距离 我们尽量给它保持一致 这个是能保证你的绣品出来 献祭 云称 漂亮 不要一针长一针短 好 最后一针我们也给它扎回去 这个轮廓我们就给它绣好了 对吗 这个半片叶子的轮廓给它绣好了以后 我们再像刚才那样子 先往这边一圈 再往这边一圈 给它填充中间的部分 所有的针法在做填充的时候 填充一个面积的时候 我们说像这样子就是一条线段 现在我们是需要填充这个面积的时候 都是先把这个面积最外部的轮廓 给它做出来 然后再进行中间空白部分的一个填充 这样子做出来 这个填充可以就是做得非常整齐 然后呢 可以避免填充的不均匀 有些部分 就是很稀疏 有些部分呢 太密 如果从中间开始往外延去填充呢 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 到了外面的部分 你就根本没有办法按照原来画线的痕迹做填充了 因为已经乱了 就没有办法保证 这个部分 它的 图案的一个美观 我又填充了一部分了 然后基本上 这样子一个 就是这样子是有大概四行到五行 现在是第四行了 我带大家做完这一片的话 基本上方法也就跟大家说的 教大家差不多了 好 最后一针 我们把填充以后呢 这时候 基本上这片 我们是用了四行的索连秀 就把它填充完了 索连秀填充的时候 如果你到最后出现没有填充满 但是呢 又只剩下一些小缝隙的时候怎么办呢 像这种 大家仔细看 这样这种 这种 它也有一些 小缝隙 看到没 如果出现了一些小缝隙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 像这样子 摆了一些小缝隙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用直针绣 哪里有缝隙 你就给它 这样子 用直针绣扎一针 就可以把缝隙填充掉了 就不要再用索连秀去填充 因为如果缝隙比较小 你索连秀再填充的话 就会出现 那个 呃 绣线的一个堆叠的情况 你就哪里有一点空隙 你就用一个直针绣 把它填充满 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就是这个索连秀填充半片叶子 然后这个镜呢 我们也是用索连秀来做 这个就 呃 方法是一样的 我们就 先往 从下往上 做一次索连秀 然后再从上一往下 就是用两行索连秀 就可以完成这一个 叶子部分了 这个花枝的部分了 呃 绣完以后也就这样 就可能颜色太深了 就方法就这样的 先这样绣一行 然后再倒过来 绣一行 就可以了 注意保持 真连的一致 现在我们把这个 叶子和花枝的部分 就给它绣好了 然后叶子 这两个都是索连秀 好 大家 绣好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要做这个花瓣的这个部分 就黄色花瓣这个部分 这个花瓣呢 它就是用了一个断面秀 针法呢 不难 但是呢 这里就是要非常讲究一个排线的一个技巧和经验 因为呃 这个亮点呢 就是这个断面秀 因为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做好以后 它的针角非常整齐 而且要做到呃 立体感很强 有点像一个浮雕的感觉 然后这个紫金盒做起来才漂亮 好 现在我们先教大家这个断面秀的针法 然后再教一下怎么排线 断面秀呢 基本上就是要呃 就是一进一出一进一出的针法 呃平行的排线 基本上 应该等下的这个部分 呃 花心的这个部分也是断面秀 断面秀 普通的断面秀 基本上就是这样平行排线 然后这里呢 像这样的断面秀 我先教大家这个针法 好 也是从 里边 出针 我因为我要从这个花瓣这个部分开始绣起 就是先绣这个花瓣 所以呢 我在它对应的这个点出针 出针以后 我从这里开始入针 这个是需要用到六股线来秀 也就是三股线穿针了以后对折 就是六股线 然后接着再给它入针 就是出针就是在刚才旁边的这个位置 给它出针 然后 入针 就是这样子一出一出一入这个这个线 然后呢 就把它给排满 这里一定要非常整齐 一定要把那个针呢 放在这个 走的这个线上边 因为其实这个针法不不难 但是呢 就一定要做到 做到非常整齐 非常工整 这个出来的这个成品才会漂亮 基本到最后你完成的时候 它就是跟画画的线是一样的 就是这样 这就是断面秀 就是这样 其实很简单 针法非常简单 就是这样一出一入的 但是嗯 断面秀呢 基本上就是平行的一个排线 像这样子 这里 等一下做到这个花心的部分 大家看一下 也是这样平行的 这样子 平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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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排过来 但是像这样子 这个花瓣的这个部分 它比较特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我们用断面秀来做这个 像一个花这样形状的时候 你看中间它是比较 怎么说呢 周长比较短 在外边呢 周长比较长 这种时候 我们怎么处理它 怎么做这个断面秀 因为 我这样 我给大家画一下 像这样子 我们的一个花瓣 通常都是这样 嗯 像这样 中间呢 这个周长比较短 外边这一圈 周长明显要 要比中间要长非常多 这种时候呢 如果我们也 我们只是 从比如从这一点期间 我们开始这样子排 如果一直是这样 平行平行平行 这样排线 是没有办法排下去的 如果仅仅是让平行排线很快 你就会发现这个线 没办法排下去 那像这样的情况 里边是短的 外边是长的 这种时候 我们怎么排线呢 加大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 比如刚才我们从这起针 然后这边短 这边长 我们第一针是 在它对面这样子以后 呃 我们排线的时候 在这个短边出针的时候 针脚要密一点 就是一针挨着一针 表有缝隙 然后在这边呢 我们针脚稍微的 就是隔开一点点 我可以留大概一个毫米 或者接近一个毫米针脚 让它的排线成 这样的一个 放射的一个形状 看到没 就是这样子排 这样子排 我们始终这边的针脚是密的 然后这边的针脚稍微留大一点 这样子 我们的线就是成一个 放射状这样子的排法 这样子的线呢 排出来 最后就会非常美观 就可以很 呃 就是对付这种 一边长一边短的方法 我们就是这样子去做一个排线 就这样 这时候呢 我们虽然说这边针脚是疏的 这边是密的 但是密呢 也要做到针脚一致 疏的一边也要做到针脚一致 比如说你要留了一个 一个毫米 那我每针都是一个毫米 这边呢 就挨着一点 这个呢 我们是要根据自己 绣多了的经验慢慢调节 呃 如果你做到一半的时候 你忽然发现 哎 好像我这个 这边隔得太开了 比如说我变成了 呃 我绣到后面成这样 这样 我又太过分了 这边太密 太疏 这边太密了以后 我怎么办呢 我也可以调节回来 就是这时候我这边就再 稍微腻一点 这边呢 就稍微疏一点 我慢慢的再把它那个排线的方向 给它调回来 到最后呢 呃 我们就可以 始终保持短边是密的 长的一边呢 稍微疏一点 最后我们就可以把它 这样子把线排完 就不能像一味的这样平行排线 平行排线 到最后也是像这样的情况 你是排不下去的 明白了吗 今天这呃 排线的这个小知识点 就是这样子 因为呃 我觉得还是画图 跟大家说会说的比较清楚一点 然后我在演示的时候 再跟大家说一下 看 在这边 我出针 因为这边是短 短边吗 我没有留缝隙 看到了吗 我的针是出的 线是排的密的 然后这边 这边是长边 所以看到吗 我跟前面那针 我是 看到没 我是留了缝隙的 看到没 这个缝隙是留多少 也是大家绣 绣个三五针吧 就会有经验了 因为你的线的车 有用几股线 然后留着缝就会不一样 股数越多 我们可以留着缝隙稍微大一点 这边 嗯 我没有留缝 密是紧贴着的 然后这边 我就留了一点缝隙 看到没 我没有挨着旁边的线 看到吗 是留了缝隙的 但是呢 这个缝隙也不能大到看得出来 像这样子 我把线拉好以后 这个是看不到缝隙的 然后这边 始终是密 就是紧来着比较密 这边呢 就是针脚比较 比较酥一点 这样子 慢慢的排过去 然后要另外一个注意的点 就是像做这种刺绣的时候 千万不要用力去扯你的 刺绣线 你可以稍微的整理一下 抖一下都可以 但是不要用力去扯 一扯的话 这个布就要打咒 整个作品的话 就是不平整 非常不美观的 然后这边 我始终就是保持着 接近一个毫米的一个距离 方法呢 就是这样子 具体呢 这个操作还是需要 大家都做一点刺绣的时候 其实 手工果还是要多 经常做 然后大家都会找得到一些经验 一些很好用的经验 这时候 我们这一边 去到这里 这角长边 是不是就已经比短边要长了 同样的分数肯定是一样多的 但是这边就比较长 这边就要短 这个方法就是这样子 特别利一点 这边酥一点 好 大家掌握了吗 排线就是这样排 然后慢慢的把这种花绣完以后 基本上 针法真的没有多少个 一个两个 这个也准备绣 然后到这个 最后再教大家打几个法叠 就完成了 针法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但是要把它做得漂亮 还是需要 你需要耐心 你需要信心 慢慢做 不着急 这朵花的花瓣部分 我们就已经给它做好了 做好以后呢 就还剩下一个花心的部分 花心部分 这个中间的这个花心这里 我们也是单天秀 就是平行的 最普通的一个平行单天秀 这几针我已经做好了 这个就是直针秀 什么就扎那么三针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是三股线 我就先把它做了 然后剩下的这两个 都是六股线的 我们现在来教大家 怎么 先做这个花心这个平行排线 平行排线呢 我们要求这个花心是横着排 如果你没有什么把握 怕排的不好 可以先拿那个排在包里边的那个水消笔 先给它打一个方向 其实像这样子的排线 你都可以先用水消笔 大概的给它打一个方向 就是画那么几道 画几道水消笔 画几道 你就大概知道自己的线应该怎么走 就大方向不会走错 不会总是要改 如果方向错了的话 我们就这样子大略大略的 这边隔远点 这边厉一点 给它排成几个区域这样子的话 自己走线心里面更有把握一些 这里也是 你看我排 我大概我就自己画了这么一根 就大概你就会知道 线应该是这样这样平行的排 平行排线呢 是比较简单的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在这里 出针 这边也是六股线 出针 然后呢 紧挨着它 出针 紧挨着这针来 出针 然后这边也是 就是按你画 画那个辅助线的那个方向来 我们这种 进量我们都是用垂直入针的 我这里需要整理一下 但这种时候你觉得那个线不一致了 需要整理一下就把它躺开来 整理一下 但是千万不要用力去拉 这就好了 然后第三针也是 半面就针法 就是非常简单 但是这个排线就比较讲究一点 第三针 然后第四针 稍微退进来一点 看它有一个形成一个圆形 但是也同样是平行的去排 这个花心我们基本上就给它排好了 然后就 这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要做这个法式杰力秀 去做它的三个小花心部分 三个 就是最后一个针法 就是法式杰力秀 也是同样的给它从后边入针 然后呢 如果是新手呢 你就把它放在一个平面上面去做 这样很简就容易做得多 出针以后 我们拿手拿针 给它线绕一圈 看到没 绕好以后呢 就把它扎回到原来出针的那个位置 给它扎回去 扎回去以后 把这根线稍微捋一捋 然后呢 钻一钻下面的针 你看我的手的下面是 这两个手指夹着这个针的部分 给它钻一针针 把线整理一下 让六条线同步 好 就是这样子 这个法节就做好了 这个法节 如果出现像这样的情况 看有一条线没有 跟大家不同步的时候 你就需要 去找一下这根到底是哪根线 太松了 就给它 一根一针的需要耐心给它收一下 好 这样 收一下 就给它收进去了 然后再做第二个法节 做熟练一点的你可以 嗯 就是这样子 空手座也是可以的 先拿一手针 然后 绕一圈 给它 扎回去 扎回在你原来出针的位置 好 比一下线 轻轻的比一下线 千万不要用力扯 好 慢慢收线 看 法节呢 就一定要做得圆润饱满 像一颗很饱满的花心一样 那做花心基本上都是用法节来做的 这个针法我们用的非常多 在中国的刺绣里边 这个针法 你把它叫做打子绣 也是用来做花心啊 或者中国有一些刺绣是 整副满锈都是用打子绣来 一颗一颗的把它来扑满的 哇 想想看 超级 超级碎工超级难了 好 三颗 就已经做好了 这整朵花呢 我们也就完成了 就总共三个整法 是不是很简单 那是一定要 把它排了整整齐齐的 这个花出来 就非常漂亮 等到整厨都做好以后 要教大家怎么把它做成一个纸巾包